欢迎回来我们音乐风云榜的摄影棚 我是大佐 今天的寻星之旅呢 绝对是新鲜内容持续升级 介绍了登场的是一个团体 他们叫做M4M 不仅仅是要介绍他们介绍他们的新歌 而且呢我们让音乐风云榜的节目呢 要给各位带来的是一些独家的内容 此话怎讲呢 因为他们之前在韩国训练了有三四年的一个时间 我们也是独家去韩国记录了他们的一个生活 究竟训练生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 这三四年当中 作为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生活训练的感受 又是怎么样的呢 马上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2013年3月26日一个名叫M4M的男子偶像团体 在北京举办了出道发布会 并在之前发布了出道单曲Sedness 而对于这个初出茅庐的团体 我们也是有幸拍摄到了他们出道前在韩国的珍贵画面 那应该是09年10月份 那应该是09年10月份 三年前了 就是我17岁过两天后要买18就已经来到这边 所以我是在韩国买18的 而且毕业就想到外面闯一下 在初中的时候接触到韩流的东西嘛 当时韩流特别火嘛 班级里面的人都很喜欢听韩国的歌 看韩国电视剧 那个时候就被韩国这边的文化吸引了 2019年10月 M4M组合最初的候选成员 在国内接受严格选拔后 被送往韩国委托培训 当时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朱兆峰不过23岁 而让这些年轻人下决心前往韩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一个个火爆亚洲的偶像组合的成功先例 以05年韩庚出道为起点 人们第一次关注到了在韩中国练习生这一群体 这些被选中的中国籍练习生 每月可以领取和韩籍练习生等额的补助 此外韩国公司还会帮助他们解决时速办理签证 而正是这些额外支出 让韩国公司对外籍练习生的签约格外谨慎 直到八年后的今天 除韩国最大型三家娱乐公司外 其他公司里依旧难迷中国籍练习生的影子 公司里面就还有一个中国籍练习生 亿计划居比较 孩子们成功할 수 있느냐 不느냐가 더 중요하겠죠 어떤 스타일에 어떤 음악을 할 것이냐 시장은 트렌드를 어떻게 돌아갈 것이냐 트렌드를 쫓아갈 것이냐에 대한 부분들이 굉장히 중요한 부분이고 그래서 집중적으로 연습생 시절에 아마 가장 투자를 많이 하고 为了规避高额投资带来的风险 但同时又为了能不放弃中国广大市场 一些韩国娱乐公司 近年针对中国籍练习生 发明出一种叫做 当地化战略的新型模式 지금 중국의 아이돌을 본토에 있는 아이돌을 전체적인 부분들을 통해 우리나라의 rod에 있는 不过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就要来讲一些些细节了 我们要看到的就是M4M这个新人团体 他们在韩国训练的时候 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 虽然说是一些可能比较琐碎的细节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是细节反映问题的 所以能够比较真实的感受一下 他们一个比较正常的 真实的 平常的生活状态 我来韩国学会的第一句韩语一定就是你好了 你好 自己印象最深刻的 我想是就在韩东西期的时候说 妈你注意吧 就想就给我多一点吧 就说这句 第一次主动跟别的练习生说话是 自己的练习房里面没有椅子 富函之初语言不通成为M4M几个小伙子最大的困扰 四人中性格最急 又从小在单亲家庭中和妈妈相依为命的罗宇盛 甚至因为无法交流 一度产生解约的想法 那我来到韩国我不太会韩文 那英文也不太会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韩国人沟通 然后那时候 真的 去求我们的经纪人说 可不可以放我回台湾 就是 我有一组冲动 就是 就是想回家 不想留在这边 除了语言不通 从到达韩国第一天就开始的高强度训练 也有四个小伙子一时无法适应 来的第一天就开始进入训练了 打完招呼 然后上的是跳舞课 刚开始来的时候 我跳舞完全不会非常紧张 平常就是星期一到星期六 就全 也是全天就训练 一般来说平均粗粗的算的话 是12个小时左右 早上10点钟开始到公司 然后到晚上10点钟结束吧 而四人中最晚到韩国的方一轮 直到我们探班时依旧在接受韩语培训 同时兼顾训练和韩语学习 训练时间被严重压缩 训练到早上 五六点钟 第二天我要去期末考试 睡了一两个小时就去学校考试了 每天12个小时 一周六天 高强度的训练就这样填满了 M4M四位成员在韩国的生活 而在训练之外 由韩国培训方组织观看的 已出道艺人演唱会 成为四个小伙子 在韩国最主要的休闲活动之一 像Ring的啦 像还有我们公司的Beast啦 然后还有Big Band的 然后还有外国的歌手像Neo 但就是这样难得的休闲时光 事实上也是公司安排的 培训项目之一 看他们演唱会的时候 我们会比较关注他们 在舞台上面的一些表现啦 还有舞台上面的一些控制之类的 高强度日复一日的单调训练 毕竟还带来了接近梦想的希望 遥遥无期的出道日期 或许才是这些孤身飘在异国的练习生 最大的恐惧来源 就迷茫很担心一些问题啊 就是怕来了 也许没机会出道 M4M中年龄最大 也最早来到韩国的朱兆峰 就在近四年的练习生时期 有过多次传闻出道 又时辰大海的悲喜经历 有机会出道了多几个月 然后就有突然间没个声音啦 那种三四遍吧 就开始有一点听到 啊准备出道的声音出来了 就开始就心里面想 啊那个热情继续冲下去吧 那冲到一段时间 突然间声音全没了 那个有那个希望感 那个失落感 就也是很大的这样 好在我们结束探班 四个多月后 M4M终于迎来了自己 在中国的出道首秀 四位组合成员 也终于可以回到祖国 在家人面前 站上自己梦想中的舞台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江苏苏州的吕冰 中秋节啊 还有过年的那个时候 就特别想跟家人团聚 大家好 我是来自香港 我叫金敏 我的努力终于有成果了 我能出道 我叫吕胜 那我们在队里面 是来自来自跳舞 跟副主唱 赚了所有钱 一定都是先给妈妈的 我是来自冠苏苏 我是来自浙江江新 对 大家好 我们是M4M 好了 这样时间呢 马上就要提出 今天有钱买不到的问题啦 各位请听好了 今天的问题就是 我们在节目当中 介绍了一个像锅一样的乐器 是什么呢 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呢 就赶紧有手机